大家好,我是護理師譚敦慈 大家好,我是腎臟科嚴重海醫師 嚴醫師,這個美國FDA建議大家肌肉買回家不要洗 有的人覺得肌肉不洗,感覺到好像不太乾淨 那肌肉到底要不要洗呢? 其實美國的FDA還有他們的CDC 的確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有討論這個問題 美國的CDC他們認為說其實在美國很多賣場的話 其實你買的一些生的肌肉都是處理過 業者都把它弄得很乾淨,衛生狀況都OK 他認為說如果美國民眾你把生的肌肉從賣場買回家後 你在水龍頭裡面去沖洗 因為有時候你的水沖得很大 你可能會把一些生的肌肉,一些常見,一些微生物,一些虛菌 把它漸到到處都吃,會污染到我們水槽 生肉裡面其實沙蒙絲桿菌還有很多金黃色葡萄菌 那些都蠻多的 所以他建議說如果你賣場買回家的肌肉 你就不要洗,直接下鍋煮 我想每個國家,我們買東西,買肉的文化都不一樣 像我們在國內的話 也有時候民眾會到菜市場買生的肌肉 然後有些是到賣場買,肌肉當然是可以不用洗 那可是如果說我到菜市場去買生的肌肉 感覺上就沒有洗,就覺得怪怪 對,其實我個人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我買的是盒裝肌肉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就打開會直接烹調 但是我如果買是菜市場的肌肉的話 我在回家的時候我不會先打開 我就會先燒一鍋水 然後水燒開之後我就把這個肌肉倒下去汆燙 然後我會把袋子整個封好之後收到垃圾桶去 然後洗手之後再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我的生肌肉是這樣處理 但是盒醫師這個其實肌肉是一個良好的蛋白質來源 但是也蠻多的網路謠言 很多人就說這個肌會不會打荷爾蒙 好像會覺得它長得很快 其實肌應該不需要用到荷爾蒙吧 不需要 其實我們的輪委會主管肌管 對於肌在養肌還有裡面的一些什麼化合物 抗生殘留都一定的標準 只要是合乎我們的主管這樣標準 大家都不用擔心 是 其實我肌肉有幾個地方不吃 大概我就是雞脖子 然後雞皮 雞翅 雞屁股 那很多人就說這幾個地方 會不會是因為打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我不吃 其實不是啦 是因為這些東西地方太油了 所以我是不吃這些地方的 對那盒醫師這個之前就有一個新聞 就說這個我們的肌肉在處理的過程中 會用到一些漂白的這些藥劑 那這個對我們有傷害嗎 對啊其實那個應該說不同國家的一些在處在場裡面 他在處理一些肉品的一些流程 例如說在美國啦 在美國他在肌肉屠宰當中 他可以含有含栗的消毒液 對那可是他最後的產品 他有一定的產流量 栗的產流量 所以在這種動作其實在美國是合法 可是在歐盟喔 不合法 為什麼呢 這方面他覺得這不對 他覺得說我們在歐盟在養雞 在屠宰當中 你過程上不可以用到含栗的消毒液 對因為 可是他原因並不是說你用含栗的消毒液 會影響到人體的健康 那他認為說你應該我們在養雞場裡面 就訂好很好的衛生的規範 這樣也比較好 而不是說你在最後那一剎那 才用在屠宰過程用含栗的消毒液 所以這不一樣的政策啦 所以你看 在美國也是合法的動作 可是在歐盟卻不合法 那國內的話 其實我們的農委會 其實我們主管機關的話 他也認為說 我們在基支在屠宰過程上 用含栗的消毒液是OK的 可是他最後有訂好它產品 產油量啦 就是產油量一定要在很低的某個標準前 其實我們在煮的過程中 綠也是會揮發掉的嘛 其實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合窗的大概不要洗 然後菜市場買的 你可以先汆燙再處理 那如果說你真的都沒辦法 你就先要清洗它的話 記得水流不要太大 然後呢不要讓它四漸 同時呢洗完擦乾之後 伸手屎要分離 然後呢水槽要洗乾淨 三國三更 一休息 一休息 二休息 二休息 三休息 四十五 conversion 如果你喜歡早安第一條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大家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